週末早上八點 李同學帶著講義 不是要去學校上課 而是當高中生家教 Y加C坪 然後你就可以把該消的 消一消 兩個人比肩而坐 家裡的客廳就是教室 少了補習班複雜的環境 讓學習變得更純粹 因為家教就只對我一個講 所以我就可以比較容易專心 然後上大阪之後 在學校之類的 就是老師都對大家講 然後可能沒有注意到我 然後我就可能又會偷來一下 然後我就不小心睡著 但女學生要找家教 家長也怕引狼入室 網路家教平台詢問量 因此多了三倍 尤其女家教需求量大增 數理科的女老師更炙手可熱 通常找我都是說 她一定要女孩子 因為你說男老師一對一 你也不能確保說 他們沒有暗通款曲之類的 尤其是長得比較漂亮的女生 就比較危險 比較有經驗老師 我們還是會極力推薦出去 可是在這個事件之後 真的會發現就是 要推薦出去真的是蠻難的 所以就會盡量去 想辦法找到一些女老師 數理科女家教不以稀為貴 平均終點費落在六百到七百不等 足足比數理男家教多了一百到一百五十元左右 是我的課 這樣就是總一個月一個月的啦 但這個寫不下 寫不下 對 有時候是週末是要全滿的啦 新市立上課表密密麻麻 顯示女家教在市場上有多麼強手 而具有教學背景 則更受家長青睞 大概有一千多個老師 然後現在還在學的 這邊就有九百七十八個 大部分找我們都是因為我們是師範背景 對 而且他們有一些會比較想要找學生 反而因為他們會覺得學生比較單純 就不會像外面補習班說那麼複雜的關係 以非營利目的的師大家教社 成員都是自家人 透過網路媒合家長 從國音術主科 甚至音樂 體育等等 都能上家教 成為補習的另一種選擇 吳同學身為師大家教社社長 但憑藉著教學專業 打破男女界線 大概有五個啦 就是 然後女生的話 有三個是女生 有兩個是男生 然後通常都是可能親戚 像他有介紹他的朋友給我 家教透過情衡好友牽線 儘管男生女生配 還是能讓曾經起死回生 有所改變 原本這裡數學我是被擋的 我記得是52來54分被擋 後來就是說我下學期 成績就拉到總平均69過了 就不用重複修了 成績不等於一切 但透過家教 可以針對不懂的問題 反而講解 幫助學生找回學識動力 不是相識 好難過 也不是相等 這要怎麼做 好 我思考一下 跟比例有關係 對啊 就是跟比例有關係 儘管找家教並不便宜 一堂課就要1000到1200 反觀高中補習班 平均一堂課 學費500左右 價差一倍以上 還是有許多家長願意買單 我不覺得說一定要找女家教或是有性別之分 第一堂都是她的事上 事上下來我女兒覺得說 媽媽我覺得她教的方式 然後我跟她溝通很適合我耶 那我就認為那也許找對了 究竟是去補習班好還是找家教比較安全 因人而異 只是如何讓學生好好專注在學習 成了家長和老師的首要課題 如果遇到有家長 他比較忙一點 然後他也還蠻擔心他小孩的安全 他會用錄音的方式去錄音他的上課 他錄音下來他也可以複習 其實沒什麼不好 家教課全程錄音或許是方法之一 不但能溫習 也成了確保人身安全的一種工具 發生每一件事情 不見得說把所有的責任都歸到學校 歸到別人的身上 而是你有沒有真正關心你自己的孩子 我認為比較重要 那你可以旁敲側擊也好 然後事實注意自己孩子有什麼不同的變化 我認為比較重要 林毅涵是聲戀的悲劇 給社會一個慘痛的警惕 間接熱絡了家教市場 只是找家教不見得就是唯一解藥 做家長的如何適時關心子女 才是父母最該補的一堂親子課題